我们庙里有个老和尚 经常住在居室家里 很少在庙里 一到庙里就敲打畅念 过几天又走了 请问这符合佛法否 这个我很难说 我不能够评判一个人 特别是出家人 而且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境界是怎么样 你不能从他的这个表面迹象上 来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如法 那么怎么说如法 怎么说不如法呢 原则就是看你 是不是真有界定慧 真有界定慧就如法 没有界定慧就不如法 可是界定慧也不是 我们一般人能看得到 你像寄功活佛 你从他表面上 他没有界定慧了 又不吃戒 你还吃鸡肉 喝酒 这是饭戒 从表面上他好像不如法 实际上人家心里清净 人家是大权视线 那你说他不如法 你毁谤他 就造口业了 甚至心里想他的过错 都是犯罪业了 所以最好是不要毁谤 甚至不要去评判 你怎么知道 人家是不是菩萨视线 人家即使是喝酒吃肉 人家可能是要度众生 你不能够用这些来评判人 六祖慧能大师讲 若真修道人 不见事见过 你还看人家的过失 那你自己就不如法了 所以要把这个眼睛收回来 这眼睛古德称为是贼门 那贼就从这门里进来了 什么是贼呀 烦恼是贼呀 你看人家这个过失 那个过失 这不是烦恼就起来了 就造罪业了 所以把贼门关上 眼睛别往外瞅 看看你的自己内心 你念佛 有没有成片 你是不是敬念相继 你别管别人 别人各自有因果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嘛 不用我去管这些闲事 我管好自己就行 嘴就念阿弥陀佛 心就想阿弥陀佛 别想别的 不要念到别的 这你就能成就了 好 我会有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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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